第六百九十三集 自从罗道人灰飞烟灭的那瞬间开始 梁经年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气力 他被梁洪玉铐上手铐之后一直一言不发 直到梁洪玉走到他的跟前 他才神色震惊地说道 罗道人死了 死了 炸得不是 梁洪玉道 不 这不可能 他不可能这么死的 他是宗布派来助我长生的人 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 他是高人 高人怎么会死 梁经年越说越显得有些激动 自从罗道人让他返老还童变得年轻以后 在他的意识里 罗道人就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可这么一个神仙一样的人物竟然死了 而且连渣都不剩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长生之梦都破灭了 本来罗道人说只要在这里不成大阵 整个港地都会控制在他们手中 可现在呢 大阵未成他却先走一步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他是人 又不是神仙 这个世界上的高人多了去了 旁门走到 总归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梁红玉神色复杂地看了梁经年一眼道 二爷爷 回头在监狱里 好好忏悔 忏悔 梁经年笑了他放声大笑 甚至笑得有些歇斯底里 他神色猙獰地吼道 我错了吗 我有什么错 我只是想长生而已 我有什么错 我为什么要忏悔 你的长生 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你知道罗道人做了什么事吗 你又知道 现在医院里还有多少人 现在生死未卜吗 只要就算是你得了长生 你真的能安心 梁红玉怒道 没有什么不安心的 这个世界上就是弱有强食 王子为尊 为我献出他们的风气扬气 他们应该感到荣幸 能怪谁 只怪他们是普通人 只怪他们自己没有本事 梁经年神色猙獰地吼道 你真的无药可教了 原来你国际慈善家的嘴脸 都是装出来的 你这么一个大貌岸然的伪君子 我对你失望透顶了 梁红玉叹了一口气 是啊 我这副嘴脸都是装出来的 只要达到长生的目的 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区区一个伪装又能算了什么呢 我现在的目的达到了 达到了 梁经年有些神经质的放声大笑 你以为你真的就可以长生了 叶浩轩的声音冷冷地传来 他把李延欣横抱在怀里 走到了梁经年的跟前 我现在很年轻 我这不是长生了吗 难道不是吗 梁经年大笑 我想你弄错了一件事情 叶浩轩冷冷地说 你现在的烦恼环通 不过是罗道人用邪术 制造出来的假象吧 你的年轻维持不了多久 想要维持这种状态 需要源源不断地生气 叶浩轩一边说 一边向身后一直道 但是罗道人已经化成灰了 谁还能为你汲取生气 谁还会用邪法 让你青春永祝 不 真不可能 我已经返劳环通了 我一定会青春永祝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梁经年激动了起来 不醒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拿镜子照着 叶浩轩右手凌空一指 一缕倒立顺着 他的手指凌空发出 一直点在了他的气海之处 梁经年只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像是撕裂一样的疼痛 他捂着脑袋放声残叫 他的躯体以极快的速度变得衰老 他的头发由黑色变为了花白 再由花白变为白发苍苍 在这一瞬间 梁经年仿佛 仓老了半个世纪 而他现在的形象比他烦老 还童之前的形象 还要更加苍老 梁经年渐渐地恢复了瓶颈 他捂着脑袋双手放了下来 他的双手再次变得苍老 充满了皱皮 不 这不可能 这是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梁经年看着自己的双手 喃喃地说 红玉 给他找一面镜子 让他死心 叶浩轩抛完这一句话 便抱着李延心离开了 他的心都系在这个女人的身上 其他的事情一律不想理会 第一次呢 他为了他不惜以死相逼 这一次 为了他又不惜破取自己的玲珑之心 一身地修为尽覆东流 叶浩轩这辈子都还不完他的情啊 一连数天过去 当李延心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 再一次躺在医院 在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 那个男人依然守护在他的身边 映入眼帘的是叶浩轩几天 不眠不休的形象 他的脸上 有些胡子拉叉的 几天不休蝙蝠的 他帅气的形象 有些一落千丈 又几天没睡 李延心睁开眼睛 柔柔地说 难以想象啊 向来以魔女著称的他竟然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而他的温柔也许只有遇到眼前的这个男人 才会显露出来 嗯 怕睁开眼 又突然不见了 叶浩轩笑了笑 他握着李延心划你的小手 神色暗淡地说 你这样 值得 值得 李延心毫不犹豫地说 我就是要让你觉得亏欠我 也只有这样 你才会一辈子 都把我铭记在心里 叶浩轩苦笑不已 这女人的话真有些恶毒 让自己一辈子记着他 然后又时不时地玩失踪 让自己为他内疚 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你不是说 要到偏远地区 去云游吗 叶浩轩注视着他到 我妈妈夜观天象 受子为星落 欺杀当局 推测出你这一次 港帝之心会有危险 所以 我连夜乘砖机赶到这里 李延心缓缓地说 那你为什么知道 我会在那里出现 港帝这么大 你凭什么这么快就找到我 叶浩轩更是不解 如果不是我及时找到你 你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李延心淡淡地说 别忘了 你上一次为我输了很多血 我身体躺着你的血 想找到你还不简单 血影之术 叶浩轩愣了愣 这才回过神来 对 血影术 只要你和我在同一个地方 我都可以快速地定位 你所在的区域 并快速地找到你 李延心随即笑道 我现在等于说 掌握了你的血影 以后小心伺候着我 不然的话 我分分钟玩死你 好好好 我伺候着你 像是孤奶奶一样 把你伺候得好好的 只要你不时不时地跑就行了 叶浩轩笑了笑 李延心忽略了自己 现在已经是普通人了 她的一身能力 已经随着玲珑之心的破灭而消失 以后她就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需要自己的呵护 李延心似乎想到了这件事情 她微微地叹息了一声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就算我能力还在 我也不忍心又这样整你 我心疼 她说着伸手 伏向叶浩轩的脸颊 轻轻地说 你什么时候会进 算是不会 既然来了 就在这里折腾一番 叶浩轩突然笑道 你呢 留在这里散散心吧 我身体好点了就走 因为你 我耽搁了行程 否则的话 我现在应该已经在高原上了 李延心把头偏到一边说 就算是散心 也不在你这里散心 因为看到你 我心里就堵得慌 叶浩轩苦笑 他突然一把拦起李延心 猛地吻了上去 李延心吃了一惊 本能地就要挣扎 但是现在失去能力的他 哪里是叶浩轩的对手 他拼命地打着叶浩轩的身体 但是渐渐地他的手臂显得无力 他只感觉到身体发软 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抱着 一眼前的这个男人 既然心里一有他 那就 忍性一次 放逐一次吧 他心里如实想到 怎么样 留不留下 叶浩轩松开了他 把他揽在怀里说 李延心被打败了 他有些小鸟依人一般地 依偎在叶浩轩的怀里 狠狠地说 王八蛋 敢强吻老娘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既然敢强吻你 那就代表我有能力调教你 在港地老实地待着 我不离开你也不准离开 听到没 叶浩轩命令道 老娘凭什么听你的 李延心咬牙切齿地说 因为你是我的女人 叶浩轩强势地说 现在还不是 想让老娘接受你的花心 要看你的表现 不然老娘随时拍屁股走人 李延心怒道 却不知不觉 让自己的立场退步了 以前的她是绝对 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因为她有自己的个性 她是不能容忍和别的女人 一起分享这个男人的 但是现在 她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她融化了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叶浩轩坏笑她 李延心一愣 这才发现自己刚才 貌似说错话了 她有心恼怒地推开了叶浩轩 狠狠地说 敢趁机占便宜 等我那天好了 一定用六项斑肉 压断你的腿 好 那我就等着你压断我的腰那天 也好选薇薇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 病房的门一开 一身警服的梁红玉走了进来 看到这种情形 梁红玉愣了愣道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没事 梁毒茶又湿吗 叶浩轩笑了笑 一点也没有松开 李延心的意思 李延心的脸微微地一红 她本能地要正开叶浩轩 但是叶浩轩顺势一揽 把她揽在了自己的怀里 没有放手的意思 对于女人 有时候就得简单粗暴地 这是叶浩轩总结出来的经验 你没见着女人 现在乖得像小猫一样 趴在自己的怀里吗 这平时有可能吗 你在港地有朋友 梁红玉一边说 一边拿出一张寻人启示道 有人满大街贴寻人启示 说要找你 现在警察局里已经被案了 叶浩轩一愣 只见这张寻人启示上 印着自己的照片 上面写着一段话 而且还有电话号码等人 落款 赫然是罗延 叶浩轩苦笑啊 他这几天一直待在医院里 陪李延新 几乎寸步不离 他的手机早已经没电了 可能是罗延他们打电话 也没打通 心里着急 一边报警 一边贴寻人启示 叶浩轩把手机连接上充电器 片刻以后便开了机 只见手机几十条短信 一股脑地涌得过来 有来电秘书提醒 几乎全是罗延和梁博打来的 叶浩轩连忙拨了回去 想了一想 对方便接通了电话 只听罗延披头盖脸的问道 你去哪里了 怎么打电话不接 你知道我没有多担心吗 对不起 我这几天有些事情 手机没电了 真的抱歉 让你担心了 罗延没事了吧 叶浩轩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道 没事了 现在已经好了 我们今天开张 如果有时间的话 马上赶过来 还有 梁博那儿好多病人 在等着你呢 罗延道 好 我一会儿就过去 叶浩轩笑道 打完了电话 叶浩轩转身道 事情解决了没有 基本上算是解决了 只是我二爷那边 暂时还问不出来什么 他现在又变老了 情绪很低落 梁红玉叹道 一天到晚也不说话 这样下去 会出问题的 回头我去看看他 那隔离室的二百多号人 怎么样了 恢复了正常没有 叶浩轩又问道 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不过现在还在医院休养 这次振兴帮倒了 港地有些乱 红星和泰山两方又杠上了 现在警方 每天都头疼 梁红玉无奈地说 如果你们想制止 简单凑把点就行了 另外这次的事情 少不了泰山集团的帮忙 汇总的时候 帮我在上边提一下 叶浩轩道 这个我知道 已经写在报告里了 不管怎么样 杨九这一次 算是立点工 梁红玉点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李延新道 你女朋友没事吧 没事的 休息休息就好了 叶浩轩淡淡地一笑 我不是她女朋友 李延新红着脸说 怎么 你们在吵架那别扭 梁红玉诧异地问道 然后她好心地劝道 李小姐 你男朋友这一次 在港地真的是九死一生的 不管出于什么 你都得原谅她这一次 我都说了 我不是她女朋友 李延新感觉到无底自容 看着叶浩轩的脸 笑得像狗尾巴一样 她就气不打一处来 好了 我走了 不打扰你们了 梁红玉说完便急转身 梁渡场 今天晚上 我跟你去连岸院 帮你的父亲把病治好 叶浩轩叫住了他 你说什么 我爸的病还能治好吗 梁红玉吃了一惊 她又惊又喜地问道 当然能治好 只是那几天 因为这些事情耽搁了 不过不碍事的 今天晚上等我电话 叶浩轩笑道 谢谢 谢谢你了 梁红玉感激地说 本来她以为治疗被中断 父亲再也清醒不过来了 但是没想到叶浩轩 竟然还有办法 其实叶浩轩 现在的实力又进了一步 达到浩然争气第五重 医到感悟上 也会跟着 精进了一步 治好她父亲的病 还不是收到擒来 梁红玉走了以后 李延欣一把掐住 叶浩轩腰间的肉 猛地一拧道 在我点头之前 不准再向任何人说 我是你的女朋友 不然我让你好看 轻点轻点轻点 你轻点 真疼 叶浩轩直咧嘴 这些女人专门喜欢 捡腰间的肉掐 每个人都喜欢这样 李延欣恨恨地松开了手 然后呢 滚出去 我现在换衣服 不准偷看 又不是没看过 地下暗河的时候 该看的都看了 该摸的都摸了 现在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叶浩轩小声嘟囔了 滚出去 李延欣恼怒地从身边 抄起了枕头 向叶浩轩砸了过去 叶浩轩连忙跑了出去 这个女人虽然失去了能力 但是真的发起火来 还是一样的熊啊 过了一会儿 李延欣换了一身 摆折连衣裙走了出来 虽然她没有了玲珑之心 但是身上的那股灵气 却依然没有消失 让叶浩轩看得一阵失神